高階精神病院流高兩層 愛於山形地勢 東面較西面矮 愛牆以巨大的花乾石砌城 是香港唯一一個 唇用麻石建成愛牆的古建築物造型獨特 外圍有員工和石柱建成的陽台 工整對稱 山牆上有醫院的標誌 是一個歐洲的盾形揮號 背景是一艘中國式的帆船 由於兼具中西建築的風格 政府將花乾石外牆及遊郎列為歷史古跡 Wincent鄭仲仁在30年前 幻想強迫症 主動尋求協助在治療的過程中 Wincent認識了一名書法老師 吳宣明老師 吳老師在25歲的時候 幻想精神病 一個70後的精神病康復者 遇上一個30後的精神病康復者 一起細數他們的層面往事和經歷 現在讓我們一齊聽一下 Wincent鄭仲仁的人心人術 大家好 我叫Wincent 今天我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香港的一個法定古跡 這個古跡有什麼淵源呢 1992年其實是英國在香港的國家醫院的護士宿舍 1942年就改建成為一個香港第一間精神病醫院 1961年青山醫院成立之後 這裡已經沒有做精神病院了 不過現在仍然有牆遺留在這裡 給大家一個集體回憶 來到這個這麼特別的地方 我會和我一個老師聊聊天 這個老師叫吳宣明老師 他和高階精神病院都有一段經歷 吳老師和我一起聊聊陳年王氏 我本身叫鄭仲仁 大家叫Vincent 吳宣明老師就是我人生的老師 教一些我的人生道理 老師 想問問你 我本身也是一個精神病科目者 你也知道 我是70後的精神病科目者 你多少後 我是30後 30後 哇 厲害 55年的歷史 不需要再知道 老師 就是這間的故階 先後兩次 怎麼是55年的歷史 你說的是 我 你現在是82歲 我82歲 我那時候是25歲 25歲 這是哪裏 這裏就是高階精神病院 我當時25歲 高階精神病院就是 1892年 就是英國國家醫院的西人護士宿舍 所以這些石頭很漂亮 是很高的 不說不知道 其實是這麼久 是120年的歷史 去到1942年 你認識到精神病院 你當時是何時進來處過的 我當時是25歲 我當時是25歲左右 1955年和56年 這一年之間 這一年之間 來到 因為家裡 有些事發生矛盾 那時候 好像自己年紀輕輕一點 所以 精神上比較衝動一點 搞到頭暈眼花 思覺失調 所以我經過太平紳士介紹 才能進來這裏 我叫太平紳士介紹 以前 入精神病院 不是那麼輕易的 所以進去幾次 先後兩次 先後兩次 進來這裏生活怎樣 這裏都很好 所以我 雖然好多之後 回來 我都常常懷念到這裏 這裏古色古香 環境很好 我印象都不錯 當時的管理 雖然沒有現在這麼先進 不過那些管理人員 護士 男女護士 都是很和海的 很有愛心 也很有親和力 對病人照顧得很好的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想跟我聊天 他都很樂意 沒有面笑容 我覺得進去住得挺開心 挺舒服 你現在還好過青山 我覺得1993年的青山 那裏面 環境 可能沒有理由 那裏面 那裏面 我覺得很親切 一個大房 20張床 隔壁鄰舍 可以自由聊聊天 可以自由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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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自由好自由 好自由好舒服 好自由 住一會都不可以走 可以自由行走 都有一些是不錯的 是接藥 即是病人之間都很和黑 OK 尤其是接藥治療 又吃了藥 用電椅 電椅治療第一次好像怯怯地 心驚驚地 不知道醒不醒得翻 所以經過第一次 幾好一睜開眼 感謝上帝 現在給我翻生 有些很歡喜 像重生 像新生 死過翻生 心情很高興 第二次就不怕了 後來也十至八次 老師 剛才說你思覺失調 家裡有些關係 令自己不開心 出入醫院 醫院裡也有些治療 工作人員給你關心 你自己怎樣可以繼續支持下去 就是要出院 幫自己 在醫院裡的情況 我就覺得這樣 雖然精神病 其實好像喝酒一樣 酒醉就醒醒了 知道什麼不對 什麼對 我甚至以我的看法 我的經驗 如果精神病應該分兩類 一類是暴躁型的 一類就是暴躁型的發狂發癲 就是無可控制 好像失了理智了 一種大部份 十個中間 大部份有八個 都是比較緩和一些的 氣氛好一些的 屬於非暴力的 這個我有這樣的感覺 發問怎樣幫自己呢 就是自己呢 就是當時最差的時候 自己想開一點 就是自己最重要是心中靜一點 能夠清靜一點 安長一點 就是當時在醫院裡面 是 怎樣可以靜一點呢 我自己跟自己說 這些病應該會治得好的 有信心 有些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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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最重要是有自信 就是可以匯匯得好的 你在這裡